大家好 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位哲学家是德国哲学家康德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做法 我们一般称为是主观的 这个说法暗含着一个假设 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有色眼镜摘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本来的客观的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肉眼看世界 这似乎是不行的 因为看它就包含了用肉眼看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 有没有什么有色眼镜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呢 也就是说还有没有一副我们人类都没有办法摘下来的有色眼镜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人类用方位的概念来描述周围的环境 我们还可以使用地图 而有些动物主要不是依靠视觉 而是其他的感官 例如说狗 它是凭借着嗅觉来构建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因为狗的嗅觉非常敏敏 它能够在几百米外就闻到主人或者是业物的气味 狗所体会的世界和人所体会的世界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就来面对这些认知的终极问题 所以我们要读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个我要给大家先预警一下 稍微对康德有一点耳闻的话 我们就知道康德的书就像砖头一样 尖色难懂 康德的几乎每一句话都非常难懂 它有很多独特的术语 所以要搞清楚这个术语就要花很长时间 在哲学史上很多学者都是锦上添花的类型 但是康德绝不是这样的学者 康德是要为一切找到根源和基础 为整个人类知识大厦奠基的学者 所以他是一个奠基人 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来说 康德是西方哲学历史上的一个蓄水池 康德以后的哲学 都是从康德这个蓄水池里面给游出来的 我们今天就来尝一下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 看看它的味道 今天的音频会为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我们会首先介绍一下康德这个人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的大致情况 紧接着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康德是如何论证先天综合判断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康德认识论的意义 也就是哥白尼士的革命是什么意思 康德被诗人赫尔德林称之为 我们民族的摩西 这意味着康德像摩西一样 把一个民族带出了被奴役的状态 当时奴役德国人不是一个其他的民族 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保守思想 1724年康德出生于科尼斯堡 现在这个城市是属于俄罗斯 就是加里宁格勒 当时是属于东普渡市 康德的父母十分卑微 父亲是一个马鞍匠人 就是做马鞍的工匠 康德是家中七个孩子的第四个 七岁的时候康德因为天资聪慧 被一位牧师推荐去上学 从此就改变了命运 他一路上学 最终在科尼斯堡大学毕业 当时大学毕业是不能直接做教授的 康德做了很长时间的私人教师 到了31岁才在科尼斯堡大学 获得了一个职位 但是却是私奉讲师 什么是私奉讲师呢 就是大学不给他工资 他要依靠学生给钱才能活下去 康德是直到46岁才成为全职教授 那个时候他才稍微有了一点钱 他以前的生活都是非常简朴的 1804年康德死于科尼斯堡城 享年八日罪 不过他这一辈子 几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科尼斯堡 康德一生没有结婚 当然这在哲学家当中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过康德这一辈子 都是过着十分规矩的生活 这一点大概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规矩的生活 他才能写出如此之多的著作 我们来看一下当上教授之后的康德 是如何度过他的一天的 每天清晨4点55分 康德的仆人会把他从被窝给叫起来 起床后康德抽烟喝茶 然后就开始备课 7点到9点是康德的上课时间 12点3刻 康德要去吃午饭 康德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饭 午饭还是他一天当中唯一的一顿正餐 所以他会用午餐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 他每天就用吃中午饭的时间和朋友们见面聊天 这也是康德仅有的社交时间 不过他还为和朋友们吃饭制定了规则 和康德一起吃饭的人不得少于三个 也不得多于九个 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还有他要求大家首先讨论一下最近发生的时事 然后对这些事情进行反思性的讨论 最后有人对这些事情进行总结 就好像是一个学术讨论会一样 午餐之后4点半康德要在科尼斯堡城大学散步 他的散步可以说是城里面非常一道有名的风景 城里的妇女都能从康德出现的时间来对表 或者说康德本人就是一个极为精确的钟表 他在主节上会走八个来回 有一次康德因为读书而出来晚了 城里的太太们都以为叫他的钟坏了 你看康德就是这么一个准时的人 马上试点康德会准时上床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反复念到这西塞罗这个名字 据说这样可以让他很快的入睡 总体来说 康德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微妙的时代 18世纪欧洲大陆上宗教的色彩正在褪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化 所以他要用理性的权威来代替宗教的权威 有一位康德研究专家沃尔什 总结了康德的哲学意图 那就是坚持科学的权威并维护道德的自治 康德的哲学思考开始的很晚 他所写的著作《三大批判》 是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写的 其实这非常顾无人心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自己的哲学写作 可以效仿康德来鼓励自己 50岁之前开始哲学思考都不算晚 头脑老化就没有办法了 在之前康德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了 他对天文和地理都有不少的研究 可以说 即使康德没有写后面的哲学著作 他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学者和教授 康德是在1770年 获得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和新人上学教授的 屏障之声之后 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所以他就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 据说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 仅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想这可能是指最后的同稿阶段 大家如果在书店里看到 《纯粹理性批判》的中文一本 就会感到十分惊喜 那可是一本七百多页的砖头 但是也要说 《纯批》这样的大不头的书 真的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康德大概是从1770年开始构思 到1781年出版 一共花了十年的时间 那一年康德已经57岁了 我们后面就把《纯粹理性批判》 简称为《纯批》 纯批出版之后反响并不大 于是康德在1783年出版这一本简写本 也就是《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来概要的介绍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主要思想 后面几年康德非常高产 好像是开了挂一样 在1878年 康德还彻底修定了纯批 出版了纯批的第二版 也就是B版 之前的第一版我们称为A版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要对照的 使用AB两个版本 1788年 康德又出版了十件理性批判 179年他出版了判断力批判 纯批和这本书一起被成为康德的三大批判 按照时间和逻辑的顺序 纯批因此就是第一批判 康德在纯批的一开头就提出 哲学研究要关心三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可以期望什么 三大批判就是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的 后来康德还加入了第四大问题 人是什么 纯批就是来回答其中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能知道什么 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问题 其实和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就是我们不能知道什么 这就引出了关于批判的含义 三大批判中的批判 就是要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批判 一边是可以知道的 另一边是不可以知道的 对一边的要尽量说清楚 而对另一边的则是不能说 否则就是僭越 所以总体而言 康德要避免两种情况 一种是独断论 另一种是怀疑论 独断论就是没有根据的瞎说 或者就是说了 那些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东西 是无效的 而怀疑论则是反过来 是对我们认识范围之内的东西 有所怀疑 从而动摇了我们知识的基础 纯P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大家一定会问 什么是先天综合判断 我们接下来就用人话解释一下 我们在以往的内容当中 已经提到过了 近代哲学对知识的基本分类 我们要做两对区分 第一对区分是先天和后天的知识 先天的知识 就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 先天知识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普遍而必然为真的 第二类知识就是后天的知识 也就是经验性的病题 比如说这只苹果里面有虫子 你光靠网站想是没有办法来判断的 那这只苹果里面到底有没有虫子 你就必须用经验的办法来检验一下 咬一口 或者是切开苹果来看一下 所以经验问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必然性 苹果里面可能有虫子 也可能没有虫子 以上我们说的是先天和后天知识的区别 第二对区分是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什么是分析判断呢 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位词包含在主词之中 例如物体是有体积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 没有体积不占广延的物体 反过来 综合判断是要把不同的感觉材料安放在一起 例如物体是有重量的 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句话里面 位词的含义并没有包含在主词当中 只要通过经验我们才知道 物体是有重量的 才能建立起综合命题 也就是把物体和重要的概念联系起来 之前讲过 苏格莱哲学家休莫认为 综合命题是不可能先天的建立起来 康德也说 凡是经验判断都是一种综合判断 要么是先天的分析判断 另外一批人被称为经验论者 他们坚持认为知识来自于经验 比如洛克贝克莱休莫就是这样的 但是按照经验论的基本看法 是不可能发展出发达的科学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科学有两个特征 它既来自经验又要求必然普遍为真 要必然无误的知识 法则意义上的知识 不能一会是对一会是错 而经验知识都是偶然的 或者说都是豁然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康德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要调和伪理论和经验论 来化解这个矛盾 他认为存在先天的综合判断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例如代数和几何的命题 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例如5加2等于7 这是无法直接从概念里面推导出来的 几何学里面的命题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也是一样的 这都是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认为数学和科学知识 是具有客观性的 几何学命题是必然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呢 盖克会的说来 康德的思路是这样的 他会说 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 人用自己的先天认知条件 去综合统一感觉材料 在纯辟中 康德分别考察了三种类型的先天综合判断 纯粹数学的 自然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 所有的理论科学中都有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证 他的意义等同于哥白尼的日行说革命 在哥白尼之前 人们都认为所有的星星都是围绕着地球转的 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 所谓其他星球围绕地球转 是因为地球自转导致的错觉 康德的这次倒转 也被称之为哲学里面的哥白尼史革命 在康德看来 经验论者的经验是非常被动的 也就是说 人被动的从外部世界中接收感觉材料仅此而已 人就像是一个感觉材料的接收器 但其实人是主动的认知者 人主动的把自己的范畴加到世界之中去 人积极的参与了自己的所有观察活动 主观的就是客观的 客观也只是因为它是主观的才成为客观的 知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理性法则的反应 我们一开始认识世界 我们就在主动的运用我们的认知法则 而且没有可能不用这些法则 康德在这里扩展了古希腊人 普罗泰格拉的名言 人是万物的尺度 但是这并不是说认识是随意的无断的 而是说认识不依赖于对象 而对象依赖于我们的认识 例如在先验感性论当中 康德就讨论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康德认为 时间和空间并不是感官经验的材料 也不是任何对象的属性 而是我们认知的框架 换句话说 我们人类是不可能脱离时间和空间 来看待世界的 康德称之为感性的纯粹之观 如果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人有没有一副共同的有色眼镜 康德会回答一定有的 这副眼镜不仅是有色的 而正是因为眼镜 也就是人的理性能力 本身就具有客观性的 所以你看到的世界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谓的客观性 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 而恰恰是来自于内部 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主体 可以说客观即主观 不是主观的无法朝一客观 康德曾经说过 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 这个就像人的呼吸一样 即便有很多形而上学是成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能屏住呼吸 来阻止外部的毒气 康德在他的怀疑论当中 给哲学制造了很多问题和麻烦 他好像是一个导弹鬼 在一艘叫哲学的大船上 凿住了好几个大窟窿 如果没有人去修补这些窟窿的话 那船就要沉了 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 他就是要把这些窟窿一个个的堵上 而且还要给所有人一搜崭新的哲学巨论 在下一个音频当中 我们会介绍 康德是如何回应 秀莫德怀疑论的 来拯救因果关系 我们今天的音频就是这些 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介绍了康德这个人 然后我们介绍了一下 纯粹给心批判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紧接着我们介绍了一下 康德如何论证 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 最后我们来介绍了一下 康德认识论的意义 也就是戈拜尼氏的革命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想提出我的问题 你认为有人无法摘下他的有色眼镜吗 欢迎大家思考 大家想一下 时间有没有开端 空间有没有尽头 我想很多人在小时候 一定会问过类似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也会偶尔想一下这些问题 可能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实在是想不出来 那种想思考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从哪里开始思考的感觉 就和我们阅读 纯粹给心批判的原著非常相似 恰好 这位来自科尼斯堡的老宅男 康德先生 对这些问题有他独到的见解 我们不得不说 康德的纯批是一本奇书 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介绍说 要简单的介绍康德 纯粹给心批判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我们将尽力的向大家来解说 康德的基本思路和观点 我们今天的音频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我们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康德之前欧洲大陆两个主要哲学流派的对立 也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差异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康德是如何处理休默已留下来的怀疑论的问题 来如何论述因果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康德对现象和物字体的二分 也就是康德的二元论 最后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康德提出的著名的论题二律背反 在康德之前 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大致形成了两大阵营 一方是以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为代表 他主张经验的观察和研究 他身后有整个经验论的哲学传统支持他 比如洛克贝克莱和休默 经验论者认为 没有什么知识是与生俱来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洛克的白板说 认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块白板 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外界获得的 而另一方是唯理论者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 他主张通过理性自身 就可以推导出世界上的所有知识 也就是说唯理论者认为 知识主要是鲜铁的 不需要什么经验材料 这样的学者后来也被称为遥以学者 也就是说他们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足不出户 甚至不用睁开眼睛 就可以知道天下的所有事 我们打个比方来形容一下这两大阵营的对立 当然这主要是关于人类知识问题的 经验论者好比是一群乞丐 这群乞丐觉得自己生下来一无所有 对于世界的所有认识都要从别人 也就是从外界世界乞讨而来 而唯给论者竟然相反 他们有一些顽固子弟 也就是富二代的想法 他们会说 我们怎么可能向外部世界乞讨呢 我们自己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金饭碗 也就是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 康德是把这两大阵营的立场都批判了一番 在康德看来 经验论者也就是那群乞丐实在是太被动 虽然是一直在乞讨 但是讨来的都是一些残根冷治 不足以养活自己 而唯给论者就是太傲慢 虽然我同意你的观点 人出生的时候就带有一个金饭碗 但是如果你拿着金饭碗什么都不做 最后还是会饿死 康德的工作就是把这两大阵营的对立给化解了 康德会说 我部分的同意唯给论者的观点 人与生俱来就有一些基本的范畴 例如时间空间和逻辑 这些范畴是无法改变的 人要使用这些范畴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好比是用金饭碗制造了各种模具工具容器 比如说杯子刀叉 去与感性直观结合 这样才能形成知识 反过来康德会说 我也部分同意经验论者的观点 感觉直观仍然很重要 如果你有了金饭碗制造的工具模具 而没有感觉材料给你处理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就是康德的著名论断 没有理念的经验是虚 没有经验的理念是空 我们在上一个音频当中用的比喻是 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去看世界 相当于说你出生的时候 自然就会给你戴一副眼镜 这副眼镜是不可能摘掉的 不通过这副眼镜去看世界的话 那么你就是瞎子 下面我们说一下因果关系 我们大家说话和写东西 一定经常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子 你一旦用了因为和所以 就意味着不同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伪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冲突 最终都是在因果关系上爆发的 我帮大家来回忆一下 苏格兰这学家休默在人性论中 对因果关系的论述 他还用了他喜欢的抬球的例子 桌子上有两个球 一个球击中了另外一个球 于是后者开始运动 但是休默说 除此之外 我看不到这两个球之间有任何联系 因果关系没有出现在抬球桌上 出现的只不过是重复出现的经验而已 或者说是两个事件的前后相继 一个先出现 然后再出现另外一个 没有第三者 休默认为 这仅仅是我们心灵的习惯而已 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可言 休默的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怀疑是很糟糕的 不仅哲学不可能了 那这样的话科学也就不可能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类可以从地球出发到月球转几圈 然后再回来完成如此复杂的活动 难道真的没有因果关系吗 后来康德在未来行人上学导论当中说 休默认为理性在因果关系上完全弄错了 错把因果关系看成是自己的孩子 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象力的私生子 可以说当康德读到休默的时候 那是非常有颠覆性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休默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当中惊醒了 整个行人上学的大厦 甚至是科学的大厦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 如果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这个大厦就要倾倒了 那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是如何挽救因果关系的呢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类笔当中 主要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 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是使我们的经验判断具有客观性的条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康德让我们先来看两个不同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栋房子 先看到它的第一层 再看到它的第二层 也可以反过来从上到下看 也就是说关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感官是可逆的 在这一观察当中 只有时间的前后顺序 而没有因果的关系 如果我们先看到第一层 再看到第二层 我们也不会把第一层当作是第二层的原因 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说 这仅仅是知觉的判断 而不是经验判断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现象 那就是一根木头在河流当中顺流而下 我们先看到它在上游的某个地方 然后再看到它在下游的某个地方 而不会反过来 这两个表现的时间顺序就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结为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康德认为要形成经验判断 必须先有因果律 这个因果律的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必有其原因 例如我们看到太阳晒了石头石头就热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一次石头热了都是因为太阳晒的 但是石头热总有一个原因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石头热当然也可能是火烤的 因果律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因果判断 每个具体的因果判断是可能有错误的 例如有些地方的人认为 真月里面踢头会死舅舅 舅死了 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人在真月里面踢了头 但是因果律是不会有问题的 死人一定是有原因的 休默混淆了因果判断和因果律 人可以大胆的去寻找各式各样的事件背后的原因 所以在康德看来 人的知性一定要为自然界立法 我们来总结一下休默和康德的差异 休默把因果关系看成是人主观的心理联想 或者是一种心理习惯 但是康德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性的 但是它并不是外在的 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主体认知能力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因果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时间中的顺序 休默的错误在于他颠倒了两者的逻辑关系 休默认为人是先确定了时间的先后 然后再把不同的事件分别看作是原因和结果 而康德的认识则是反过来的 只有当我们确定了哪一个事件是原因 哪一个事件是结果之后 我们才能确定时间的顺序 所以康德说 恰恰是因果关系使得经验成为可能 下面我们介绍了康德的二元论 现象和物字体 说完了康德对因果关系的看法 我们还要补充一句 在康德看来 因果关系只适合于现象的领域 绝不能涉及超现的物字体领域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 现象和物字体 这就逐渐从康德的认识论进入了他本体论的部分 康德把世界分为两个领域 一个所谓的物字体 另一个是现象 康德认为 我们人类只能认识到现象 而永远无法认识物字体 这个物字体又叫本体界 本来的本 或者也可以叫自在之物 所谓自在之物就是不可知的意思 这是绝对的不可知 而不是说我们人类未来有可以认知它的可能 好比说 所有人类都戴有一副眼镜 但是我们只有通过这副眼镜才能够看到世界 我们不可能脱掉这副眼镜直接去体验世界 否则我们就在根本上无法体验世界了 所以与其抱怨说我们都戴着一副眼镜 还不如了解眼镜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副眼镜就是我们人类的认识范畴 康德区分认识的两种不同对象 一类是现象 也就是时间 空间和知性范畴 包括了因果性运用的对象 而另一类是自在之物 是属于超验领域的 是时间空间和知性范畴所无法运用的对象 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 可知的只是自在之物向我们显示出来的现象 比如物理学认为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些威力 无论是原子还是量子 我们都是无法直接体验到的 我们必须通过经验才能够认识世界 而这仅仅局限在现象界 而无法抵达本体界 那么康德为什么要区分现象和本体呢 他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为人类的认知化界 人的知性只能在经验中认识对象 但是如果超出了一个人知性的范围 那么就进入了幻象之中 超出了知性的范围 这就会导致误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 所以康德说 概念和范畴如果要有意义 就要通过经验的运用 和一个经验对象发生关系 而如果抛开经验 和一个鲜艳对象的概念发生关系 就会出现问题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认知误用的结果 那就是著名的二个月背反 所谓二个月背反就是几对相反的命题 有的比较老的翻译翻译成二个月背持 也就是两个命题背道而驰的意思 哲学上称其中一个命题是正题 另一个是反题反面的反 正题和反题的主张是恰好相反的 康德在他的纯辟的鲜艳辩证部分 一共提出了四个二个月背反 也就是四对相互矛盾的命题 这四对二个月背反都是针对世界之整体的 二个月背反的第一个就是 世界上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 在空间上是有尽头的 也就是说世界的时空是有限的 他的反命题就是 世界在时间上是没有开端的 并在空间当中也是没有限制的 康德说我们发现这两个命题 也就是正题和反题都是可以证明的 但是我们既不能把世界看作是有限的 也不能把世界看作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绝对限度有任何经验 第二个二个月背反是基本粒子 正题是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构成的 换句话说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存在最基本的粒子 那么反题就是没有单一的东西 一切都是复合的 不存在所谓的基本粒子 而是永远可以分下去 第三个是关于因果性和自由 正题是说 即世界上不仅存在自然律的因果 而且还存在自由的因果 反题就是没有自由一切都是一自然法则 第四个是偶然性 正题是在世界里有某种必然的存在题 反题是在世界中没有必然的东西 一切都是偶然性的 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附述康德的具体论证 康德的基本主张就是 我们并不能来判断两个相反命题中 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 在哲学史上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论证来支持正题和反题 也就是说正题和反题都是可以论证的 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是相反的 按照矛盾律 两者之中只会有一个是真的对不对 但是康德说 我们没有权利来有效的论证这样的命题 为什么会出现二律必反呢 康德认为是因为纯粹理性扔掉了所有的经验材料 他没有去认识经验的对象 而试图要考察思维形式本身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理性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越界 理性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子 看到什么都往嘴里塞 或者说理性本身用金饭碗打造的一系列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例如说一个水杯 本来是用来装水的 可是这个调皮的小孩却用他来装沙子 这个时候就越过了一条界限 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 当知性脱给了感性 而超验的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二律必反 也就是会出现理性的幻象 康德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批判性 批判的意思就是找到依据并未知化界 他说以往甚至以后的很多人 其实都在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 这样的废话并不是因为说话的人是化老 而是人类的理性超出了有效使用的范围 康德死于1804年 他的布置名上刻着一句话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的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个是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第二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令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康德在仰望星空 为人类认知寻找基础 那么下一个音频 我们将从星空转向内心的道德法则 来阅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以及道德行而上学的奠基 我们来总结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首先介绍了康德之前欧洲大陆两个主要的哲学牛派 也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差异 一个是乞丐 一个是拿着金饭碗的富二代 紧接着我们来看了一下 康德是如何触比修默已留下来的怀疑论的问题 来论述因果关系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 康德对现象和物字体的二分 也就是康德的二元论 最后我们重点介绍了 康德提出的著名论题二律背反 好 最后我也是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在你的平时生活中 有没有超出正常使用理性的范围 对理性有没有无用呢 欢迎大家思考